有一個上過蔡英文課的同學 她的名字叫做 她說她上過蔡英文的課 她說我選修過蔡英文的一堂課 從頭到尾 她只出現到過一次 她修一學期只到過一次 她就是只來那一千零一次中的一次 我們班上的同學不用買課本 她沒有考試 蔡英文沒有考試 也沒有要交報告 也沒有要交作業 那只有要交筆記 連寫黑板她都不自己來 找這個供讀生來幫她抄筆記 她說至於黑板上寫的這些文字 到底是什麼東西 她並沒有做過任何一個解釋 她說這種情形顯示 蔡英文不但沒有教學經驗 根本沒有教授的實力 這些細微末節 證明蔡英文就是個假模式 她不但教書誤人子弟了好多年 而且觸犯了刑法的詐欺跟偽造文書 接下來蔡英文會被傳到法庭 很快的我們一步一步的出招 蔡英文可以告訴你太多了 回頭是岸吧 蔡英文 重返論文門請拿菜片子 今天要談一些跟菜片子 跟大法官有關的事情 蔡英文她在整個賣官欲決的過程當中 她喜歡用什麼 喜歡用跟她之間有互相包庇的情誼的人 其中剛剛講到大法官有一個人大家應該記得 劉鐵征啊 這個人曾經擔任過大法官 也是蔡英文賞官的 後來她投桃報理的方式就是在蔡英文選前 公開替蔡英文說謊 就是說她曾經看過蔡英文的論文 哇寫的是多棒多棒 蔡英文來求職她就哇太優秀了 所以她就錄用了蔡英文 後來被網友立刻打臉 因為蔡英文求職的那一年 劉鐵征根本就不是系主任 你不是系主任 你怎麼有資格 你有權利去僱用蔡英文 所以很多東西 如果學界以外的人不知道 那就算了 騙我們這些學界的人講的實在是太離譜了 所以我說像劉鐵征這樣的人 我們一定要不就是把他列為證人 要不就是把他列為被告 雖然年事已高了 我們體諒他年事已高 但是不能夠因為年事已高 一勞賣勞 就不說實話給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啊 好我們來看看楊尚銘先生 是我們宇宙政營學院的大董事 他回憶過去論文門東西 他整理了一系列的 來呼應我們的重版論文門 請拿蔡片子的單元 他寫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啊 他的標題是沒有教授實力的蔡英文 他說到劉鐵征 曾經在 就是2019年當大家開始 討論蔡英文的論文 賈博士的過程當中 劉鐵征出來替蔡英文背書 他說蔡英文呢 教學研究表現優異 深受同學之愛戴 而這件事情呢 事實剛好相反 那麼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我們可以說蔡英文 教學研究表現優異深受同學愛戴 這件事相反的呢 有一個上過蔡英文課的同學 他的名字叫做歐錦緣 歐就是歐崇敬的歐錦繡的錦 緣是水緣的緣 我們敢這樣子 就是有名有姓到處來 是因為他自己寫的 這個歐錦緣呢 他說他上過蔡英文的課 在2019年的7月19號 在郭正點福爾摩沙共和國的臉書 一個公開的臉書上說 他說我選修過蔡英文的一堂課 從頭到尾他只出現到課一次 他修一學期只到過一次 他就是只來那一千零一次中的一次 我們班上的同學不用買課本 因為研究所班級的學生沒有幾個 這堂課沒有幾個人 那我們同學不用買課本 也沒有任何指定的課本 或者是指定的文章必須閱讀的 他沒有考試 蔡英文沒有考試 也沒有要交報告 也沒有要交作業 那只有要交筆記 那你找一個很會抄筆記的國中生來 就畢業了 他說 他說抄什麼筆記呢 是抄他找來的一個學生 在黑板上抄一些筆記內容 那底下上課同學 要去抄那個蔡英文派來的學生抄的筆記 把他抄在黑板上的東西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 連寫黑板呢 他都不自己來 找這個供讀生來幫他抄筆記 他說至於黑板上寫的這些文字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並沒有做過任何一個解釋 不要為難他因為他根本也不懂 那麼他呢沒有來上課連一個代課老師都不找 所以說他這個時候有沒有可能就跑到倫敦去啊 哼想太多想太多啊 因為當你沒有學生身份的時候你是進不了英國的 就像我們那個年代 現在也是一樣如果你沒有學生身份 你就只有觀光身份到 那觀光身份有些限制 你不能待過多久啦 時間有限制啦 不能多次進出人家說你沒事 兩個月就來觀光一次 太奇怪了 所以 蔡英文沒有學生身份 因為他1982年以後就沒有繳學費了嘛 所以他到倫敦政經學院去是騙人的 他去了哪裡呢 他去了美國 他應該是有美國身份 因為才會有這華僑在出境的表單嘛 就說他擁有 不然在那個時候 你沒有美國的綠卡 或沒有美國的公民 你用商務其他的方式要多次進出美國 幾乎是不可能的 好我們再來看 他說這個賴警員啊 他就說他說他從頭到尾 歐警員他就上過這麼一堂課 最後呢他說就這樣 超黑板 而且還不是蔡老師親筆寫的是 他派了一個學生來超黑板 大家在下面抄筆記 他說 他們就這樣過了一學期的課 結果呢 他說 蔡英文給了這位歐警員的學生 給了他90分 他說他想其他人的分數應該都是很高吧 好 那 這就是他描述了 他的 讓蔡英文上了一堂法律課 一學期的課是這樣上的 好楊少明先生說 他說這種情形顯示 蔡英文不但沒有教學經驗 更沒有教授的實力 啊真的是沒有啊 你去看他那個 泛黃的有立可白的那種剪貼的那一本 所謂他自己認為是論文的那個散裝的草紙 你去看那裡面寫什麼東西來著 好 所以呢 他認為這證明了 這些細微末節證明了 蔡英文就是個假博士嘛 他不但教書巫人子弟了好多年 而且觸犯了刑法的詐欺跟偽造文書 而且這些詐欺跟偽造文書 在他擔任公務人員包括總統在內 都一直不斷在行使 接下來 蔡英文會被傳到法庭 很快的 我們一步一步的出招 不用急 讓我們看到呢台灣的司法有一個 大換血 有一個朝正向發展的時候 我們就丟出一個來 有一點把握 就再丟出一個來 蔡英文可以搞東西太多了 回頭是岸吧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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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文 先 ж И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